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鲤鱼 最近几天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玩意儿 这个东西可以让你感受一下 在现实生活中去体验沙盒世界的魅力 是什么东西呢 我的世界超级工作台 我看到有人玩这个东西 我也非常喜欢,就买来了 像塑料一样的小方块嘛 好多好多,然后你自己要拼拼拼 貌似可以用它里面这个工作台来创造出 我的世界里面能做出鱼吗 它就是可以让你亲手制作出 游戏里面当中我的世界的那些小道具 可是为什么这里还有一个爱丽丝的头 这应该就是最后加工步骤所用的工作台了 感觉还是挺逼真的 它这个下面应该是装电池的 这地方还需要用螺丝刀把它拧开 哇,打开了 这地方应该就是装电池用的 这是几号电池 五号吗,给它按上 全都安好了,我还要再把它 哇,再按回去 OK,大功告成 哇,太酷了 感觉真的跟游戏里面长得非常像 好吧,工作台大功告成了 我们看这箱子里面还有其他什么东西 这应该是它需要按那个塑料块的板子 说明书 还有我们所有需要用到的这些小方块 哎,里面怎么还有一个药水瓶 我是要做出浮膜药水吗 做一瓶毒药,做饮食药水还是什么 哇,太怀念了 好像这是一个喷雾 应该是往里面装水的吧 哇,它的方块都是这个样子的 看着像塑料材质的 这是它的那些板子 这里还有很多参考的描图 应该是跟这个板子放在一起 然后去拼 我们先做一个苦力怕吧 它这能做好多东西 我这零件好多 然后应该是插进这个板里面 哎,这边没进去 为什么这么难插 好,进去了 哇,所有需要的这个颜色零部件都放在这里了 感觉这个好难拼呢 哇,看着好复杂 它每一个颜色都有细微的变化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要非常加小心的 哦,这个错了 这个应该是按 这个颜色的 哦,废了板电劲 我已经终于做好了 这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拼起来真的 超级超级难 当当当当 哇,我终于把它给拼好了 一个一个往上拼非常的困难 然后花费了我非常长的时间 这有点不太好啊 感觉现在天都快黑了 OK,那接下来的话 我需要在这个药瓶里面 装上一些水 然后去喷水 我接好水呢 实在搞不懂这是什么操作 它是什么原理 我现在都不清楚 就这样喷水 这样喷水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喷多了吧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 喷上水之后呢 就需要用到我们的工作台了 把开关给它打开 然后把我们的苦力怕 然后把它放进去 它就会发红 后面有风吹出来 我不知道这什么原理 我们就静静的等待会出现什么奇迹发生呢 它是会自动停还是怎样 还是会一直这样 我不清楚 我们现在把它打开看一下吧 它好像凝固成一体了 我可以把它掰下来 哇 哇 它黏成一块了 这什么原理啊 谁能知道这是什么原理 这个工作台加工的时候 我没觉得里面发热呀 非常的有成就感 这是自己亲手做出来的这种周边玩具 哇 但上面我可能喷多水了 现在还是有点黏 不过我觉得放一会儿 它那个水就干了 哇太酷了 我们现在来做钻石剑 嘿嘿 钻石剑也做好了 我们现在就往这个钻石剑上面喷水 哇 我这次喷了超多的水 它都泛光了 你知道吗 我们再把它放进这个神奇的工作台里面 哦这个太酷了 启动 哇 等待工作台给我造好一把钻石剑 它处理完毕了 我们来看一下 哦 表面都是非常非常光滑的 都是那种表面泛光的 挤它能把它挤下来吗 吓不来了 哦 下来了直接扯下来了 我感觉我容易掰断它 哎呦 完了这个掉了怎么办 OK 终于大功告成了 费了我好长的时间呢 才弄好这个钻石剑 把它拼出来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我懂它的原理了 这个小泡泡的材质呢 是那种遇到水就会变粘的材质 当你喷上水之后 它就会变粘 然后如果在这个时间固定住的话 它就会固定成这样一个形状 我估计这个工作材的原理就是一个吹风机 它会吹干表面上覆盖的那层水 然后一点点的干掉 但是我感觉并不是太好用 我用了吹风机 然后才慢慢慢慢的把它吹得完全的固定 但是它固定的话 它是有一个弯度的 我不清楚为什么 它每个都是有点弯 因为拼的时候是需要不停挤压 有一个受力它就会变弯 拼了这两个可能是我太笨了 就已经过去大约三四个小时了 现在天完全黑了 我把灯都打亮了 它还有那么多的小猪啊僵尸 其实还有头像我没有去弄 我不清楚以后有没有时间我去弄了 总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酷的手工制作 虽然花费了非常长的时间 但是我非常的有成就感 我以后也会去弄一些比较好玩啊 稀奇古怪的 反正非常有趣的东西 我都会去分享 别忘了视频下方 点赞分享收藏 关注投币一波 我是李渔 下期视频 我还会遇见你 记住每天把我睡觉 明天都会玩